非常不错的 即将进入到最后一组 在这一组当中中国队是在三道出场 应该说现在中国队在男子4000200米自由接力这个项目上面 整体的实力已经要超过日本一块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竞争也就是巴西中国跟美国 各位中国选手加油 对 我觉得除了这个 拿到资格以外 包括像孙杨汪顺 都是 参赛项目也比较多 相对于季星杰跟徐嘉宇的话体能储备会好一些 因为徐嘉宇昨天也是放弃了自己的200米羊这个项目 为的是今天这个接力 没错 而且这个汪顺的200混决赛应该是昨天晚上还是比较靠后的项目 一般比完赛之后还有哪些程序要做 因为我听说经常是运动员比完赛 差不多当地时间晚上10点多钟 他可能睡觉要到1点左右 中间都要干嘛 对 一个是比完赛以后要放松要恢复 还要可能找按摩大夫要治疗一下 然后有时候比如说晚上的包括半球赛也会被抽到尿检 如果是尿检的话这时间要继续往后延 然后回去还要吃饭 因为我们比赛是8点钟开始这次 但是基本上所有的选手可能在6点之前都会到赛场 因为还要赛前热身 然后一般从我个人来说 习惯的可能比赛前稍微垫一点点心这样的 但不会吃正餐 因为吃完正餐在比赛 确实不利于比赛的发挥 所以回去还要再补充一点 所以这就至少是两三个小时在赛后的时间 所以说像10点钟完赛的话 基本上就要到1点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基辛杰是中国队的第一棒 比赛开始 一般一棒的任务是什么 一棒的任务其实就是不同的目标 其实这个 他的任务也不尽相同 相对于来说的话 我是觉得第一棒这个开头炮还是非常重要 这个更多的是 那是要稳住整个这个队伍的一个时期 不要让后面的队友游的太辛苦 来看一下这是巴西率先在第一个50米转身 游了24秒61 中国队游了25秒15 这个成绩还稍微有一点点差别 进入到100米之后 意大利美国 这是排在前三位的队伍 前两位的队伍 巴西队是排在第三位 基辛街在第二个50还是稍微提升了一些 从第七位来到第五位 比赛第三个50 那么有没有可能再往前挤一下 那么有没有可能再往前挤一下 美国意大利中国 来到第三个50 背次又上升两个 这次比赛 其实基辛街整个冲刺 我觉得还是做得非常好的 后生的冲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包括今天上午啊 看基辛街要顶得住 现在是六道的意大利 也是追的比较凶 今天的成绩确实相当的快啊 这样在交接棒之后 中国队排在第二 为此又上升一位 基辛街小将啊 后城游的非常的好 现在的第二个 1分46秒26 这个成绩 应该也是非常不错 中国队的二棒是方顺 对 可能跟他个人的这个最好成绩 但是晚上游出来 当时游了四十六 四十六 也是四十六嘛 应该说 基辛街上午还是不错的 对吧 方顺的第一个50米 也是稳定住自己第二的位置 对 中国队身边的还是美国队 美国队的这一棒是康泽 杰克康泽在今天呢 也是已经参加了一项比赛 这是他的第二枪 方顺要咬住对手 现在是在第二 六道的意大利队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 巴西也追了上来 巴西队 巴西的第二棒是斯杰福尔 现在是有几乎是五支队伍啊 比较接近的一个身体位置 哇 几乎五个国家是几乎同时 日本队的第二棒游的还是挺不错的 他们是超到了第二的位置 他们的第一棒是这个 他们的地对不起 第三棒是小关野猪肚 我们要确认一下这个名字 先来看一下这是孙杨在第三棒当中的一个表现 孙杨在接棒的时候是第四位 现在呢仍然是保持一个第四的位置 看看这一次的转身 排在前三位的 仍然是没有中国队的身影 中国队在上一个转身之后还是排在第四 意大利队在今天的预赛里面确实游的还是挺不错的啊 是的 我以为那像意大利 总得唱到第二了 看孙杨 孙杨的后程 我以为呢意大利 他可能整体水平没这么平均 以为他第一棒快了以后总有一棒缺角的 但是从前三棒来看的话 确实 成绩几乎完全一样 对都不错 每一棒都不错 意大利队率先完成了交接棒 中国队排在第二落后0秒87 看看徐家瑜的最后一棒 今天徐家瑜也是身负重任啊 在最后一棒里面是担当着整个队伍的一个冲刺的任务 意大利队排在第一 中国队排在第二 美国队排在第三位 现在700米过后 意大利队的零件优势已经越来越大了 徐家瑜加油 美国队的这一棒是艾库尔 他是追得非常的凶猛 我现在在想如果 这个咱们镜头里这五个国家都能进入到决赛的话 上一组有一个有并列第三的 如果说是并列第八会怎么样 接力也需要加赛吗 从来没遇到的 在我的印象中 就不知道 这个游泳历史上面有没有接力并列第八要成赛这种情况 好我们看徐家瑜加油加油 徐家瑜要顶住啊 好现在这个美国的艾库尔确实 是的 追得非常的厉害 徐家瑜仍然在拼最后的十米 能够感觉到徐家瑜游的还是挺辛苦的 意大利队把自己的领先优势维持到最后 咱们还是压住了巴西要获得了小组第三 中国队和巴西队的成绩只差了0.07秒 这一组确实竞争非常的激烈7分4秒97 意大利也是皮黑马 好在你刚才说的那个难题没有出现 最后一帮日本掉下去了 对最后一帮日本掉下去了 然后是并列第七位进入到决赛 最后一帮是赖湖大爷 确实他的200米自用还是差了一些 有了1分48秒02 这个成绩的话在男子选手的自用当中的话 确实是比较一般了 在这次的整个比赛过程当中 我们经常也是遇到一些很难以见到的情况 就是大家可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 都是不太一样的 先来看一下 这是在预赛第三组 各位各队的一个排名情况 意大利队排在第一 美国队排在第二 中国队是排在第三位 像之前就曾经有过 就是中国队的混合勇接力 当时男子的第一棒是达到了奥运A标 但是因为犯规整个成绩被取消掉了 所以大家一直都在担心说这个A标到底算不算数 就是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 最后还是求教了中国队才得到最终的答案 就是那个成绩可能也是被取消的 很遗憾 我们看中国队早上最后是以第五的成绩 进入到今天晚上的决赛 那么 希望中国队在晚上